上场之前 张继科按照惯例 重新积累下鞋带 看来他鼻子有点不通 吸了一会儿鼻涕 老运动员上场 总有一些固定套路 走进场地 全场欢呼 比赛开始 场上的对手 一个是29岁的大满冠张继科 一个是21岁的周凯 对手最好成绩 只是2013年世青赛的团体冠军 开场周凯就打了张继科一个3比0 场边山东队教练吴浩 身色凝重 这是他当山东男队主教练的第二年 在国家队 他一直是主力队员的陪练 山东汉子们的情感表达方式 都比较内敛 张继科本届全运会最大的愿望 就是打个好成绩 拉兄弟一把 0比3落后的张继科 开始想尽办法赢球 逗大的汉珠 把号码布都进得逐渐湿润 白短 发球抢弓 控制节奏 反手拧拉斜线 各种方法用尽 11比7 13比11 张继科把比分搬成了2比3 第六局开始 张继科申请换下湿透的球衣 裁判长陪同大 换了一件干的球衣 这样的一分钟换球衣调整 在里约奥运会 中国队的张继科和马龙都曾使用过 换好的球衣是干的 好码布还是湿的 比赛继续 周凯5比3领先 被张继科追到9比5 然而场上的局面明显能看出 他的精力和体力 已经严重跟不上高强度的比赛了 11比12 周凯的赛点 球坏了重发 然而 最终结果仍然是12比14 张继科大比分2比4告负 就此告别全运会赛场 比赛结束之后 他就这样没有任何表情地走出场地 走过混合采访区 走进更衣室 鞋带解开 对于他来说 意味着比赛彻底结束 球拍的胶皮撕开 才发现拍子早被打坏了 手腕也肿了 队一用冰袋包上 走出门 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心里说一句 天津再见 9月2号 张继科开始了男子单打争承 他的对手是河南队00后选手 于合一 和现场助威的观众一样 他把张继科视为偶像 4比1 张继科轻松战胜对手 或许这样年轻的对手 还不足以低出百分百的张继科 这样强度的比赛 还不足以让观众看到 张继科备战本届全运会 付出的努力 山东队的主教练吴浩 作为张继科现在的教练 曾经的队友和一直的兄弟 他最清楚 张继科在面对曾经的荣誉 如今的关注和一直存在的压力背后 有几多付出 虽然说他已经不是说巅峰的状态了 但是他能把目前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这个我觉得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吧 因为他确实伤病也比较多 这么多年下来 从他的训练 从他的眼神也能看出来 他确实还想打好这次全运会吧 男团四分之一决赛 面对解放军队 张继科两度登场 先后输给了凡震东和周瑜 山东队最后从比分2比3不敌对手 直步团体赛发抢 团体赛一路走来 张继科的表现起起伏伏 小组赛出现生死战 他战胜浙江队的相鹏 帮助山东队3比1战胜对手 晋级爬抢 但是更早的比赛里 他也有输掉两盘男单 导致山东队1比3不敌广东队的不容易发挥 像这样和教练吴浩一路安静走出球馆的背影 和那个创造了最快大满贯的赞敖比起来 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的陌生 来到本届全运会 张继科的目的有点直接 也有些简单 他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打出成绩 为身边的教练吴浩积累一点荣誉